神的爱是实价赎罪的原因而非结果 保罗说 神在创立世界以前拣选我们的爱 是根植与建立在基督里 这是圣经清楚明晰的教导 许多经文宣告神对我们的爱 差遣祂的独生子为我们受死 圣经也告诉我们另一方面 在父神借着基督的死恩待我们之前 祂因我们的罪是与我们为敌 有些人看中教会历史对此真理的见证 要求我们提供早期教会的证据 为了使他们更加确信此真理 我们引用奥古斯都的话作为代表 神的爱是测不透和不改变的 因为神并非在借祂儿子的血与我们和好之后 才开始爱我们 反而祂在创立世界以前就已经爱我们了 使我们与祂的独生子同坐后四 这是在我们尚未出生之前早就预定了 基督的死使我们与神和好 此事实绝不可解释成 基督叫我们与父神和好 使得神现在可以开始爱这些他从前所恨恶的人 反而这些表明我们已经与先爱我们的神和好了 而从前我们因罪是神的仇敌 保罗的话能证明以上所说的是真实的 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 神的爱就再次向我们显明了 所以深知在我们还与祂为敌和作恶时 祂就已经爱我们了 故此当我们还为神所憎恶时 祂仍以深不可测的奇妙大爱拯救我们 祂恨恶我们因为我们是罪人 祂造我们原是正直的 然而因为我们的邪恶并未完全摧毁神手所造的 神知道怎样恨恶我们所犯的罪 同时也爱祂自己创造的我们 以上就是奥古斯丁根据圣经所做的见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